我们开始讲这个中巴比伦时期的历史 那么时间跨度大约是在公元前的1595年到1155年 大约在公元前的1595年 来自安纳托利亚高原的赫蒂人攻陷了巴比伦城 他们的主要目标是抢劫附数的巴比伦人的财富 因此他们并没有在巴比伦做过多的停留 很快就返回了又发拉底河的上游地区 两河流域南部地区也陷入了一个无政府状态的时期 这个时候加喜特人出现了 他们建立了新的王朝 并最终成为该地区的统治者 加喜特人在两河流域地区文献中最早出现的时间 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的18世纪左右 那个时候他们一般居住在城市边缘 或者是组成雇佣兵小队加入巴比伦的军队 或者是参加农业劳动 还有一些加喜特人生活在古巴比伦边境地区 时常侵扰边境地区 但是他们如何在短时间内 获得一个如此庞大地区的统治权 我们目前还无从回答 那么通常认为加喜特人的起源地 是位于巴比伦东北部的扎格罗斯山区 后世的希腊罗马作家 比如迪奥多罗斯和斯特拉波也提到 一股被称作Kosaioi的山民居住在库泽斯坦北部地区 这令人自然地将他们和加喜特人的后代联系 加喜特人的后代联系到了一起 但是也有的学者认为 加喜特人是来自巴比伦的西北部地区 因为古巴比伦王朝晚期 优法拉底和中游的哈纳王国的统治者的名字 就具有典型的加喜特人民的特征 因此后来东部地区居住的加喜特人 应该是正是在政治权力丧失后 以民族为单位继续居住和生活的地方 最新研究再次将加喜特人的发源地 确定的确定在了扎格罗斯山区 众多的新证据都指向了这个地区 同样现存的加喜特语言残骗 是否可以归属这个英欧语系也存在颇多的争议 在现存的资料中 加喜特语与现在已知语言中的任何一种都没有明显的关联 极少数的神奇名可能是英欧语的名字 那么因此来推断加喜特语属于英欧语的这样的一个结论 也是不可信的 因为它极有可能是短暂的 并且可能是间接的文化传播的产物 还有一个误解也必须澄清 那就是曾经有学者认为 加喜特人是最早四扬马匹的民族 他们依靠新型的轻便的快捷的马匹牵引的两轮战车 战胜了各路对手 最终获得了巴比伦地区的统治权 那么这是某些学者的观点 最新研究证明 这种战车的制造技术技术及训练马匹的必要技能 是从公元前2000级早期就开始在近东地区逐渐发展起来的 尽管加喜特语技术词汇中出现了关于马匹颜色 记号等等的描述 但是在巴比伦时期 加喜特人仅仅是单纯的农业劳动者和士兵 加喜特人与马匹之间并没有特殊的关联 加喜特语中的这些词汇应该是外来语词汇 因为在加喜特人统治巴比伦地区的时候 正是马匹使用在近东地区日益普及的时期 两轮战车作为最重要的军事装备 也几乎在相同时期在近东主要的国家使用 至于这种新式装备的使用 对近东国家社会经济结构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目前还是不得而知的 但是在加喜特王朝中 马夫阿卡德语称作卡尔塔普是最重要的行政职务之一 证明马匹的使用确实对当时各国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当时两个平等国王之间通信的固定问候格式里 也反映了马匹的这种重要的地位 那么比如这样一封信是这个巴比伦王至埃及法老的一封信 埃及法老至巴比伦王的一封信 信这样说 至卡大什曼恩里尔巴比伦王五兄 我是尼布莫阿瑞亚 那么就是指的是埃及法老阿蒙诺菲斯三世 圣王埃及王 我一切安好 您安好否 您的家庭 您的妻子儿女 您的贵族 您的马匹 您的战车 您的领土 愿他们一切安好 我一切安好 我的家 妻子儿女 贵族 马匹 战车 无数的士兵 一切均好 我的国家 一切均好 那么从这个固定格式中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马与这个一个统治者的家庭成员 他的贵族 他的战车 是一样具有同等样的地位的 那么加启特人统治 最显著的特点就是 王朝统治 一乎寻常的长久 根据巴比伦王表A的记载 王朝存在的时间 一共是576年9个月 其中显然包含了加启特人 统治巴比伦地区之前 那些首领统治的时期 尽管如此 王朝统治时间 仍然在大约400年左右 下面我们介绍一下研究这个时期 主要要应用到的一些研究资料 关于这个王朝的统治 我们可以掌握的证据非常的少 公元前13世纪以前的资料 仅限于简短的国王导文和建筑亡名 以及一些有名文的滚筒印章 我们对于这个时期 加启特王朝历史的认识 主要来源于公元前八世纪 亚述人编撰的同步编年史 巴比伦编年记等文献 这些文献中 追溯了约公元前1500年以来 亚述地区与巴比伦地区关系的历史 可以让我们从亚述人的视角 了解这个时期巴比伦地区的历史 在考古发现中 我们也仅在两处遗址 即尼泊尔和乌尔 发现了可自利用的档案资料 但目前已经出版的文献资料非常稀少 我们还不可能利用这些材料 来复原公元前13世纪以前 加启特王朝的历史 另外一种具有先民加启特人特色的文献形式 是苦嘟入碑 其形状为长方形或者是柱形 一般为石碑 通常带有不规则的圆顶 碑顶由各种各种宗教符号来装饰 石碑两面通常都有名文 上面记载的内容 包括平息土地纠纷 王室赠予土地等等内容 以及一些规章制度 比如免税或者是交纳特殊税种等等 库都入一词的含义直译为边界 学者们最初认为 这些戒碑石可能是树立在土地上 来证明土地所有权的标志 那么另外一种可能是 他们存放在神庙中 用来保障所有者权益 或者宣称土地的所有权 以这种形式记录的许多土地转让记录 涉及到颁布豁免权和发布规章制度等等 这可以让我们了解加启特国家的经济税收制度 有关加启特王朝统治中期的历史资料 主要来源于埃及和安纳托利亚地区发现的书信集 来自埃及的书信集 用阿卡德语巴比伦方言书写在泥板上 出土于泰尔埃尔阿尔玛纳遗址 这是埃及新王国法老埃赫纳吞时期的首都 这些书信书写的时间 为埃及法老阿蒙诺菲斯三世统治的后期 埃赫纳吞统治时期 以及其部分继承者统治的时期 这个时期因此被学者们命名为阿玛尔纳时期 书信详实地记录了大约30年间西亚地区列强的关系 信函内容可分为两部分 其一为巴比伦、亚述、阿尔萨瓦、米坦尼、阿拉斯亚、赫蒂等国家与埃及的关系 其二为埃及与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的各个附属国之间的关系 文献中提供了丰富的有关政治形式 外交婚姻、贸语、宜商品 比如玻璃制品、金器制品、铁器等等 这样的一些信息 阿纳托利亚的书信集出土于今天 土耳其首都安卡拉附近的波瓜斯科伊 它就是赫提王国的首都哈图沙 那么书信书写的时间 大概是在公元前13世纪的上半叶 那么通过这些资料 我们可以有可能复原这个加启特王朝的历史 但是由于文献资料的限制 我们对于加启特王朝早期的历史知道的仍然是非常少 只是从布尔纳布里亚十二世至埃赫纳吞的一封书信中 我们了解到在卡拉因大士统治时期 即大约在公元前1413年左右 加启特已经与埃及建立了友好往来的关系 加启特国家已经在近东地区国际事务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大约在这个时期 曾经占据两河流域最南端 渔业渔业渔藻树基地的西兰国家 也被纳入到加启特国家版图之中 这同时也意味着 加启特国家重新打通了海外贸易通道 国家经济实力迅速提高 192620世纪60年代 丹麦考古队在巴林发现了一个加启特时期的商业中心及防御要塞 部分在巴林发现的文献和考古遗存显示 这个时期 海湾地区已处于加启特王的直接统治之下 除了海湾贸易通道 加启特王还采取多种措施保证迪阿拉贸易通道的畅通 这是连接巴比伦地区与伊朗高原及东部地区的通道 通过这条道路产自阿富汗东北部地区的天青石矿石 可以运抵巴比伦地区 这里出产的天然天青石是加启特王赠送给外国统治者的国礼 那么天然天青石又称山地天青石 那么是区别这种瑶质的天青石 这种瑶质天青石实际上是一种玻璃制品 加启特统治者采取的措施之一是新建新都库尔高族要塞 目的是保卫道路组合亚述人和埃兰人的侵扰 该要塞位于阿卡尔库夫遗址 靠近今天的巴格达城 从它的城市名库尔高族要塞就可以看出 要塞的新建者是库尔高族一世 遗址上的多吉塔庙至今仍然是标志性的建筑 因世约侵失形成了奇怪的蘑菇形状 19世纪早期从事考古探险的 欧洲人曾经认为 这座高耸路云的塔庙 就是旧约圣经中所提到的巴别塔 塔庙是古代两河流域地区建筑文明的典型代表 乌鲁克时代晚期 乌鲁克的埃安娜神庙 就已经出现了建在平台上的塔庙建筑 阿卡德国家灭亡后 拉格什城邦的统治者古地亚 乌尔第三王朝的创始者 乌尔纳穆 都曾经主持大规模的修建塔庙的工程 这些工程也成为这些统治者的政绩工程 并且因为现代考古发掘活动而传之后世 今天在两河流域地区众多高耸的沙丘中 仍然隐藏着为数不少的塔庙建筑 阿卡尔库夫塔庙 现存高度大约在14名以上 底层基座为伊拉克政府重修的水泥座 根据阿卡尔库夫以及其他遗址的考古发现 我们可以大致复原两河流域地区塔庙的基本结构 从台阶上到塔庙大门 大门有正门和两个侧门 进入第一层塔就来到了第一层平台 塔庙每一层都有平台 地面用砖铺成 建筑塔庙用的砖是稍过的砖 每块砖大小约为31乘以31乘以90米 30乘以30乘以7厘米 25乘以16乘以7厘米等等不等 重量平均在4.5公斤左右 有些砖块上还刻有王的名字 在乌尔的塔庙建筑用砖里 就发现了刻有乌尔纳木名字的砖块 有的刻有辛巴比伦王纳布尼德的名字 但砖的体积要略大于乌尔纳木时期的砖块 有的砖块上刻有编号和建筑用途等等 建造塔庙底层一般需要72万块砖 每累器六层厚 就应该铺上一层芦尾来起到加固的作用 墙面上排列着多个小的排水孔 每层间有台阶相连 层数越高可以登上的人等级也就越高 在每层台阶旁有堕墙 其保卫和瞭望作用 顶层为远顶神庙 据说塔庙建成后 每层会涂上不同颜色 一般有七层 代表从人间到天堂有七重天 七这个数字 在古代两河流域地区似乎相当特殊 前面我们提到的吉尔加美石的故事里 他与恩恵都在第七天到达了 红爸爸所在的森林 他在寻找长生不老秘诀的时候 与乌特纳皮士图有七天之约 还有在犹太教和基督教传统中 上帝用了七天时间创造了宇宙万物等等 七似乎和中国的三或者九一样 代表的是一种众多的含义 建造阿卡尔库夫的目的是 保卫中巴比伦国家与东方的贸易路线 同时巴比伦地区的贸易网络 还开始向西方扩展 考古学者在希腊的迪比斯 发现了十几枚加西特天青石印章 在库尔高族要塞 发现了麦西尼铜牛皮注定 古代两河流域地区 与地中海地区的交往 有了明确的考古证据 在库尔高族一世统治时期 巴比伦和埃及的关系 通过王朝联姻的形式巩固下来 两国之间的交往也日益密切 在这个时期许多重要的古代巴比伦城市 也得到了繁荣发展 这些都证明 加西特王朝早期 巴比伦地区经济繁荣发展 政治稳定 拥有着较高的对外影响力 布尔纳布瑞亚士二世 是阿玛尔纳时代最活跃的一个国王 他与埃及法老之间的通信 占据着阿玛尔纳书信集中相当大的篇幅 在这些书信中 布尔纳布瑞亚士二世 与埃及法老互执问候 讨论国际事务 也毫不讳言地开口索要礼物 与此同时 在两河流域的北方地区 亚述国家开始兴起 亚述王阿舒尔乌巴利特 借着叙利亚北部地区 米坦尼国家摔落 阿纳托利亚高原的 赫提王国内乱 无暇顾及的机会 迅速扩张领土 并且开始谋求 在近东地区的强国地位 这个迹象也成为 布尔纳布瑞亚士二世 与埃及法老通信的主要内容 应当说 布尔纳布瑞亚士二世 已经意识到 亚述的崛起 将对加西特巴比伦王朝 在近东强国事务中的地位 产生巨大影响 他希望可以借助自己 在近东地区的影响力 将亚述国家扼杀在萌芽中 但是显然 亚述国家的崛起 已经不可阻挡 从此以后 加西特统治者 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 精力物力 与亚述人周旋 亚述与巴比伦的关系 也开始成为以后 古代两河流域地区 历史发展的一条主线 布尔纳布瑞亚士二世 与中亚述王阿舒尔乌巴利特 建立了王室联姻关系 巴比伦王子 卡拉因达斯 与亚述公主 穆巴利塔特·Sherua结婚 他们的儿子 卡拉哈尔达斯 成为巴比伦下一任国王 卡拉哈尔达斯 死于加西特军队的叛乱 年迈的阿舒尔乌巴利特 出兵镇压了判断 将其年幼的曾孙 库尔高族二世 推上了王位 关于库尔高族二世的身份 文献中的记载相互矛盾 有的文献记载 他是布尔纳布瑞亚士二世之孙 有的却记载 他是布尔纳布瑞亚士二世之子 如果无法确定 库尔高族二世的身份 我们将很难清晰地 勾落出此后 巴比伦与亚述的关系 可以确定的是 从此以后 亚述与巴比伦边境纠纷不断 边境线也不时发生变化 在不断的冲突摩擦中 巴比伦日益衰落 亚述王图库尔提尼诺尔塔一世 著名的长篇史诗 所描述的内容就是 亚述王攻克巴比伦的事迹 亚述人对巴比伦地区的控制 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 王位之争 削弱了亚述国家的势力 巴比伦统治者 又重新统治了巴比伦地区 但加席特国家 已经开始走向末路 溃败之势 已经无法挽回 此时 阿拉米人的势力 日益壮大 对于亚述边境和巴比伦边境 都构成了严重威胁 亚述与巴比伦统治者 几经联手 才暂时遏制了阿拉米人的上升势头 然而 巴比伦统治者 已经无力顾及边境地区的 其他敌人了 在巴比伦国家的东部边境 埃兰王 舒特鲁斯纳昏坦 对巴比伦地区 发动了大规模攻击 废除了在位的巴比伦王 洗劫了整个巴比伦国家 将大量战利品掠回阿兰 其中包括 哈姆拉比法典石碑 纳拉姆辛凯旋碑 妻子 库多尔纳昏坦 留下统治巴比伦地区 在巴比伦人眼中 他的暴虐 甚至超越了他的父亲 他摧毁了巴比伦众神像 包括巴比伦核心神 马尔杜克的神像 两核流域文献 以凄苦的语气 描述了这次浩劫 苏多尔纳乎恩泰 赶走了 达巴巴书 伊迪娜 结束了他的统治 将统治权传给他的长子 库多尔纳乎恩泰 他的罪行 远大于他的祖先们 他的重大罪行 甚至超过了他们 库多尔纳乎恩泰 震怒 将阿卡德人 像洪水一样清除 巴比伦及其他著名宗教圣地 他宜为平地 圣主 马尔杜克 他卓巴他登上王位 苏美尔人和阿卡德人 他俘虏 纸埃兰 他将恩利尔纳定阿海 鲁纸埃兰 结束他的王国 终结他的统治 他任命了一个长官 他不是巴比伦人 而是马尔杜克的敌人 加喜特的末王 恩利尔纳定阿海 领导了一次 反抗库多尔纳 霍奈的起义 但是起义中 巴比伦王战死 加喜特王朝覆灭 此后 巴比伦王权 控制在一个 以伊辛为中心的 新王朝手中 史称伊辛第二王朝 那么他统治的时期 大约是在公元前的 1158年到1027年 伊辛第二王朝 最杰出的统治者 是尼布贾尼撒一世 他大约是在公元前的 1126年到 1105年在位 后世文献中称 他为巴比伦人的 民族英雄 因为他曾经战胜过 埃兰人和亚述人 并从苏萨 引回了马尔杜克神像 尼布贾尼撒的功绩 在大量文学作品中 被大肆宣扬 有一首诗歌 讲述了 尼布贾尼撒 蛇战埃兰人的故事 此外 马尔杜克寓言 将赞美诗 与王氏名文 写作技巧 结合在一起 叙述了 埃兰战役 与马尔杜克神的回归 这里所指 埃兰战役 应当就是 尼布贾尼撒 发动的埃兰战役 另外 有一篇后世史诗 讲述了 尼布贾尼撒 一世的事迹 似乎重点记载了 他打败埃兰的世纪 更重要的是 尼布贾尼撒 一世所取得的胜利 进入了补辞文献 与此有关的补照 预示着成功凯旋 尼布贾尼撒本人 也极力宣扬 自己对埃兰人的胜利 为自己贯之以于 萨尔贡 和汉玛拉比相同的 古老王贤 他同时恢复了一种古老的 表达王室 虔诚观念的传统 即任命他的女儿 为乌尔城 南纳月神的 恩图女祭司 这些行为都证明 他对早期两河流域历史 极其关注 也是他用辉煌的过去 强调去延续性的手段 以此他获得了 广大人民的响应和支持 尼布贾尼撒一世 对埃兰的胜利 是那样一个时代 发展的顶点 也似乎成为后世 巴比伦人广为传颂的 一个典范 一些学者认为 巴比伦的创始故事 称作艾努玛埃里士 大概应该编撰于 尼布贾尼撒一世时期 他们认为 创始故事 艾努玛埃里士的功能 实际上是将 马尔杜克提高到 一个巴比伦神中 至高无上的 全能统治者的地位 巴比伦地方神地位 提高的同时 巴比伦城本身 也成为巴比伦人的 永恒之城 神圣之城 它是绝无仅有的首都 巴比伦王所在地 其最重要的宗教职能之一 就是定期举办 新年节日庆典 届时 其他城市所有神奇的塑像 都将在巴比伦齐聚一堂 节日期间 还将诵读 艾努玛埃里士 尼布贾尼撒一世 从苏萨 引回 马尔杜克神像 应当就是 促成此事的契机 但这个观点 遭到了质疑 一些学者认为 这份长篇文献的编撰 应该是 编撰者 应该是加西特王 时间在加西特王 战胜西兰统治者之后 因此 巴比伦城地位的提高 与马尔杜克的胜利 都应该在那个时期 但是毋庸置疑的是 尼布贾尼撒一世 对艾兰的胜利 以及马尔杜克神的回归 证明巴比伦地区的历史 出现了重大复兴 尼布贾尼撒一世 统治末期 阿拉米人再次兴起 巴比伦地区 再次陷入了无政府状态 长篇史诗 艾拉史诗 描述了这个时期 巴比伦地区的衰落景象 马尔杜克神 愤然离开巴比伦城 留下了毫无意志力的 瘟疫和地狱神 艾拉在管 艾拉的顾问 火神伊树木说 哦 英勇的艾拉 你已经评价了死者 你已经对死者不公 你已经处死了 冒犯你的人 你已经处死了 未曾冒犯你的人 你已经处死了 按时供奉 他格利木祭品的恩祭司 你已经处死了 服侍王的侍从 你已经在门廊处 处死了老人 你已经在卧室 处死了少女 此时 你已经无法收手了 您对自己说过 他们看不起我 这是您对自己说的 英勇的艾拉 我将惩治强者 恐吓弱者 我将杀死军队首领 打垮军队 我将毁灭神庙大殿 制叠墙 城市的骄傲 我都将摧毁 我将拆除停泊柱 让船只顺流而下 我将毁坏船舵 让船只不能靠岸 我将拆除围干 刺去锁具 我将吸干乳汁 让婴儿不能存活 我将抽干吸水 让小规模水渠 无法为农田供水 我将让艾尔卡拉 就是地狱震怒 让天堂颤抖 我将射落苏美尔神中的 朱毕特神 舒尔派的我的光灰 我将从天空中拧落星辰 树根将被连根拔起 让新生命无法绽放 我将破坏墙机 让所有的墙坍塌 我将前往众神之王的住所 让意识会不能发挥作用 英勇的艾拉在倾听 英雄的话让他十分满意 如最好的润滑油 英勇的艾拉说 西兰人不会伤害西兰人 苏巴尔图人不会伤害苏巴尔图人 亚树人不会伤害亚树人 埃兰人不会伤害埃兰人 加启特人不会伤害加启特人 苏提安人不会伤害苏提安人 古提人不会伤害古提人 鲁鲁比人不会伤害鲁鲁比人 农村人不会伤害农村人 城市人不会伤害城市人 部落民不会伤害部落民 人不会自相残杀 兄弟之间不会自相残杀 他们将会杀死别人 中巴比伦人统治辽和流域地区的历史 长达400亿年 但是由于研究资料极度匮乏 这个时期的历史 总给人以乏上可乘的感觉 但是从其他地方发现的 大量信件又向我们展示了 另外一幅景象 展示了一个外交关系 空权活跃的一个历史时期的 一幅景象 那么休息一下 一会我们接着讲这个 外交关系 空权活跃的历史时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